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释到那么前段时间中国女竹呢也是正式啊解雇了贾秀权并且对外呢招聘新的主帅 这个消息对球迷来说呢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大家也非常期待中国女竹能够赶紧选出一个新的主帅 然后带领他们呢取得好的成绩 但就目前来看呢距离这样个选帅的工作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始终啊中国主席都没有公布最新的结果 所以也是难免要很多球迷在担心说中国主席到底在顾虑什么 为什么这么迟迟都不肯公布这样的结果呢 而就在最近我们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呢 可能呢中国女竹新帅的一个答案呢已经是逐渐浮出水面 但是呢不是之前说的一个陈婉庭或者赵俊哲 我们知道其实在此前的陈婉庭和赵俊哲呢都是相当热门的人选 陈婉庭这边呢是得到了不少很啊这个网友的支持 觉得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呢其实如果说能够成为中国女竹的主帅的话 应该对整个中国女竹的发展也是很有好处 另外一方面呢赵俊哲则是处于一个另外一个极端 虽然说他是因为被媒体报道而被很多球迷熟知的一个人选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不是被逐渐内定的人选 所以其实对中国竹鞋来说呢其实这么两个人气这么高的人选 不管是选上谁可能在外界都难免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两个人选呢其实都有问题 选中谁可能对整个中国竹鞋或者说对女竹的一个整体的口碑传播而言呢都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啊如此一来的话其实对中国女竹来说呢可能接下来新帅会另有人选 从目前整体的一个啊竞选人选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人选呢会是40岁的刘华纳 刘华纳呢那么应该大家也很熟悉了 那么他是在2003年呢是入选了国家队 当时呢他也是中国女子足球队的预言 并且呢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预选赛当中呢帮助中国女竹获得冠军 并且在2006年呢入选了这个国家队啊也是获得了亚洲杯的冠军奖杯 所以就是啊我觉得对啊刘华纳这样的一个球员包括现在呢 他已经成为了陕西主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了 他是完全有能力啊能够承担起中国女竹主帅这样的一个任务 而且他在此前也是有过啊参加国家队的一个经历 并且成绩也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能够感同身受 知道现在这些女竹的一些年轻主力到底在想什么 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呢去利用他的女性的一个细腻的优势呢 帮助中国女竹去进行更好的磨合和调整 所以啊不得不说那么目前中国主席这个安排其实也真的是非常的绝 因为他们啊到这个时间也是迟迟没有公布这样的决定 那么目前来看虽然说陈婉婷和赵俊哲的呼声很高 但是呢其实时间一长的话 那么可能再公布一个比较低调的人选呢 那么对双方啊去支持另外两个人选的一些球迷 或者观众来说他们也都是彻底没有话说了 因为呢你们啊决定的两个人选呢我们都不去选 而是选出了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选 如此一来那么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呢可能也会觉得满足 所以呢最终啊不管怎么说啊 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个中国女竹的主帅能够赶紧定下来吧 毕竟呢其实明年一月份呢我们即将要参加亚洲杯 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时间已经不多 到现在还没有定下中国女竹的主帅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接下来女竹开展一些备战工作都是相当不利 所以这样的几决定真的是已早不宜辞 不宜再继续推下去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机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